另一个检验结果就是新北市的卢家食品一丝 用石膏做仙草豆花 经过了北市卫生局确认 卢家用的石膏是食品级 而不是化工级算是合法的添加物 北市卫生局表示 卢家食品是向低化工进石膏粉是合法食品添加物 但问题出在分装贩售 低化工没有取得食品添加物的查验登记 也没有制造贩卖的许可证 分装标示也不完整 违反了两项石管法可各开罚三万到三百万元